我这样形容 就是台北是一部疫经 高雄是一部难经 大家想想看 最近科匹讲的话 夸不夸张 他如果有来高雄当市长 有机会他来试试 他来试试 他就知道背着3000亿的债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高雄做什么事情都好难 都没办法做 中医里面难经 八是一种疑难杂症 没法处理 但是遇到了 你要怎么办 这就是高雄市赌党的问题 你看一下 我列出来 这八大难题 你要做的事情 你觉得应该要做的事情 但是 我们的有关于用水问题 空污问题 财政大机场 国道气候 自津区石化区 跟我担务 千村有关系 免税岛 你想要做到一个啊 每一个人家都给你打回票啊 那为什么人家有能耐打回票 因为他不是高雄市政府自己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他卡在中央嘛 他卡在中央嘛 他这些问题如果没有跟中央合作 高雄市怎么有可能自己来展开做这些事情 那高雄市不能做这些事情 你待在高雄继续要处理这些事 高雄市不买得到啊 你卖得到啊 行行 第二点 高雄市 你得到高雄市政府也好啊 我已经正懂了 你应该把高雄市政府处理好 但问题是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怎么办 怎么办 请进 西组国务化问题 高雄市能够分 西组院能够分 西组国务 西组国务化问题